00940 跟0056 0088 00919 929 學股邏輯大不同 那技巧差很大呢 940它誕生之後就是第四大ETF 如果是換股 會不會帶來風險或者是機會 ETF它是一個好的商品 那麼多的ETF當中 其實有一些魔鬼藏在細節裡的一些技巧 我們就交給明澤老師 一起來跟大家作品囉 歡迎光臨瘋狂股市福利社 讓你的財富free free free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Coco 我是古怪教授謝辰彥 今天是什麼 投資必修課 這個是我很期待的 很期待 因為每次我們的投資必修課 就讓大家學到很多東西 你看 00940 這麼多 0056 00878 00919 929 選古邏輯大不同 那技巧 差很大呢 哎呀 我們今天這個三位特別來賓啊 就是非常知名的分析師啊 是 我們先邀請到這一位是陳坤仁分析師 老師好 你 你到底什麼 你幹嘛 你到底要歡迎不歡迎的 不是我要歡迎他 我要問他是說 現在大家講那麼多數字 你怎麼看啊 陳坤仁老師 主持人好大家好 我真的很期待這一集 因為最近的940 他一誕生之後就是一個巨嬰 他就是第四大那個ETF 所以今天的重點的話 我覺得要請就是名字老師 幫大家解析說 到底你買這個940 要注意哪一些關鍵 尤其他如果是換股的 這樣子的操作的話 會不會帶來你一些 風險或者是機會 我覺得蠻期待這一集的 哦 這個很棒喔 因為這個坤仁老師啊 他在操作上呢 也很有優勢喔 有欺世喔 有欺世喔 欺世夫妻啊 好 那坤仁老師的爛 DAREN 888 你就可以從第一次 研究到第七次 第七次 就可以當七次夫妻 好不好 再來歡迎我們這個大來賓 我們的威媛老師 蘇威媛分析師 哈囉大家好 好那今天講到這個ETF的主題啊 我想要跟大家 當然分享一下 就是說你去買這個ETF的時候 一定是以長期投資 為一個主要的出發的目的嘛 總不會說 我現在買ETF 明天要給我掌停板 那我覺得就完全 那個概念 沒辦法嗎 這概念完 哦當然沒辦法 這概念就完全 完全是 就是違背他的初衷啊 沒錯 所以我覺得說當然 ETF它是一個好的商品 只是說 我們出發點對了 再來那些 那麼多的ETF 精挑細選當中 其實有一些 相關的一些 魔鬼藏在細節裡的一些技巧 我們就交給明澤老師 一起來跟大家說明囉 好 再加這個威媛老師的LINE 因為他很會選領帶 我發現他領帶都 很有特色齁 欸真的欸 對不對 他領帶都很好看 古老的那個 古屯 什麼古老 會不會講話 會不會聊天啊 你乾脆講那個古董好不好 還是 是不是 來 我是個小花德 我不知道 不要氣他啦 好不要生氣 來小老鼠 MORE888 好 再來我們今天邀請的來賓 明澤老師 我們直接到台前來聊好了 是 因為看他已經急著齁 想要上來了 要到台前 要上台了 順存欲動 這個好像讓我們看一下他這個 最近身材越來越好欸 也沒有 真的真的 也沒有就是因為位子太急 對應該是這樣子 難怪我覺得 剛剛有聽到那個裂縫的聲音 這一個 應該是花朵裂卡 花朵裂卡 跟我們沒有關係 來我們今天 請這個明澤老師 來討論一下 對 因為其實坦白說 ETF我們認知是說 他買一堆股票 一籃子 30檔40檔50檔 可是沒想到00940 好像有一個不同的地方 那這個部分 會不會影響到他未來的績效 或者我們到底要怎麼去看 這兩個差別 這差別的部分到底是什麼 的確 因為事實上 我記得 在最後一天 3月29號的時候 大家一直在等 前十大成分股 或者說細項的名單 到底是哪一些股票 但出來的時候 其實跌破大家眼鏡 怎麼跟原本公布的 好像有一點點不一樣 光神機補法變神機 這件事就讓我無法接受 沒辦法接受 我們先來看一下 原本舊十大成分股當中 有這些 長榮連電中美肌 那大家可以看到黃色這個 對比 新的就是 最後出來這個買完之後 購付出來成分股 你會發現神機不在 不在前十大 至少前五名 對啊 原本是 原本大家會覺得說 可以買到3.1% 結果封不出來 在哪裡 沒有神機 找半天找不到 在後面的名單裡面 吹沒 吹一跳 包括群光 瑞夷 其實都沒有在這個新 也不能說 新十大成分股 就是 我這個ETF 要買的那一天 最後公布出來的成分股 前十大發現 好像跟原本公布的不太一樣 對 尤其是 這個剛剛教授所帶到神機 對不對 為什麼沒有辦法再前神機 原因呢 有一個很重要的關鍵因素是 00940在選股的時候 在五月審核成分股的時候 會把五月份已經審核前 但是除息已經除息的個股 把它剔除掉 所以如果說以就前十大成分股來看的話 神機在3月28號就已經除息了 所以權重占比 從3.1%大幅度降低到1.25% 事實上同樣的一個情形 它也會發生在廣達身上 所以 因為廣達是這個禮拜要除息 對 那除完了之後 是不是接下來 成分股調整的時候 它那個權重就大幅度降低 感覺它把它打入人工之前 先把它移到院子 對 先把它那個 沒有把它趕出門外 先把它趕到院子 然後接下來再把它趕到門外 之後才說 你都帶院子這麼久了 你就走幾分 乾脆就出去吧 乾脆就出去吧 怎麼會這樣 這感覺很無情 這是一種喜新厭舊嗎 也沒錯 所以如果說你根據ETF的選股的話 其實我覺得可以分成兩類 一個就是教授類 就是喜新厭舊 我沒有 另外一個就是專情型 我從來不想鹿飛飛 專情型 都不會 我怎麼覺得這個雨帶玄機 沒有玄機 我是專情的 我都其實喜歡18歲 是 所以如果說同志 就是不管20歲 都教18歲 對都教18歲 一定要成年 一定要成年 這個話其實太敏感了 喜新厭舊代表有 900跟940 那專情型代表 有56 878713 919跟929 所以大部分 其實 ETF 都還是維持 選好以後 不會太過頻繁的去調整 但是我們不太理解 到底喜新厭舊 跟專情這中間 更明確的差異是什麼 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高股息的ETF 他的換股的月份 一年當中到底有幾次的換股 不是就是那個月份才能換嗎 首先我們先來看 當然規模我們選擇 都是大的 100億以上 那你看到這個像元大高股息 他換股的月份 是6月份 6跟12 國泰永續高股息是51 然後群役的919是52 然後這個 這個所謂940 他是5月份跟11月份 然後 富華台灣高 對不起 擋住了 就是這個929是6月份 然後939是5月份 然後713是6月12 那其中比較多的 大家其實可以發現 大概無非就是兩種狀況比較普遍 一個就是一年換一次股 另外一個就是一年換兩次股 但是有一個一年換三次股的 就是00900 他一年換三次 他在4月份 7月份跟12月份 他都有做換股的一個動作 算換股的頻率高一點 對 但是為什麼大家會把 會把這個900跟940 歸在那個 洗心厭舊 這樣子的一個行列裡面 大家其實可以看這個地方 根據福利社的一個查詢 00900跟00940 是百億以上高股息的ETF當中 為二將當年度已經配息 或者是不配息的股票 剔除的ETF 所以等於說 他本來把他納進來成份股 但是一旦他配息了 對 就剔掉了 這個好像說 你娶了這個老婆 他一生小孩 你就叫他滾 這個可以用一句台語來形容 就是愛的時候三邊不好意思 沒有愛的時候 沾咪拍謝 就是沾咪拍謝 昨天晚上抱歉 對 愛的時候山盟海事 可是問題是 我們還是要就事論事 這樣到底好不好 我們等一下再來討論 所以 這樣看起來就是你特別標的這兩個 因為00940 換股月份是5月11月 沒錯 富邦這個00900 他是472 你把這兩個歸在一起 是因為940一樣有一個 一旦他配息 或者是不配息 他就把他提出 當然就把他提出 沒錯 好 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的話 當然他們的會歸納在一起 那我們就來比較一下 900跟940的差別 那首先940的部分 他最主要是月配 那這個也是造成這一次 市場非常轟動的一個原因 實際上說每個月都可以拿到錢 那他成分股是50大 那他的選股邏輯 是市值的前300大 然後ROE就股東全益報酬率 要前90% 那五月份依據 這個宣告股力來做選股 剔除已經配息 或者是不配息的年配息股票 那11月份是依照 最近四季的EPS加總 那近三年的股利率 來擇優來做選股 第三點這個很重要 對 他會把 宣告股力選股 但是會剔除已經配息或不配息 不配息年配息股票 像成績是一個 沒錯 剛才你在講廣達 對不對 好那另外如果說 以這個所謂的900來看的話 他是季配息 那他是30檔的成分股 那他選股邏輯是市值的前200大 最近四個營業利率總和為政 那一樣他4月以宣告股力 最新財報來做選股 7月份挑選股利率的前50名 並且剔除 一樣他可以看到剔除 剔除以除息 而且一年只除息一次的股票 那12月份以這個最新的季報計算值利率 捕捉忘記後配息的股票 所以你看他的選股邏輯其實非常複雜 對但是一樣的一個概念就是 就是他會把那個除息的 或者是不配息的 那個一年只除一次的 他把他剔除掉 把他剔除掉 所以這個部分其實就是說 你會發現說 不論說那公司好或者是不好 只要他除過息了 他就把他剔除 剔除在成分股名單之外 那這樣子比較積極的操作 的成果會不會比較好 積極的這種操作 其實應該這樣講 其實我們來看接下來 你就會知道說 到底這樣換股好不好 我們剛剛看到就是說00900 你看他成分股30檔的成分股 如果說我們以他平均 每一次換股的那個數量來看的話 22.3 22.3檔 很高耶 他其實你看70%以上的股票 其實都換掉了 所以基本上有一種就是 一配息就換掉 他不管填不填息 對他來講沒有這件事情 沒有這件事情 所以這個其實很恐怖的一件事情 那你看 如果說以929來看 他成分股40檔 那因為他只有換股一次嘛 所以他20檔是50% 那你看其他的部分 像是918他是換股比例是36.6% 那713換股比例是32.8% 919這個是28.6% 30檔換8.6檔 那0056我們抓的是2022年 就是他原本成分股是30檔 後來變成50檔 那這50檔之後呢 他因為他有規定 他就是每次只能夠換5檔 所以他換股比例就是10% 低耶 對那878呢 他30檔的一個成分股 他只換了 平均每次換股是2.8檔 就是9.3% 換股比例越低 感覺一生只愛你一人 一生只愛一生只監督你一人 這個不得了 所以這樣頻繁換股的一個過程 因為900 那我們來看一下 因為你換股比率這麼高 對我們實際 因為00900 我們可以實際 跑一下回測 沒錯 看看狀況怎麼樣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說如果說從00900 就是2021年12月22號掛牌以來 你看713他能夠繳出來的績效是48.8% 元大高股期41.5% 然後呢 878則是有37.1% 那00900他只有25.7% 那如果說我們再抓最近期 這些掛牌的熱門高股息的ETF 你看919 雖然說他不是2021年12月 就是從掛牌算到現在 81.6% 00918大華優利高田息30 他是66.9% 00929他是42%的報酬率 所以因為你剛才講到 我們再回去前一張 先回去前一張一下 不好意思 你剛才講到這裡 就換股 因為高股息說 只能5個 對 不是只能5個 只能換5檔 不然我在講什麼 對 那878的更低了 對 所以我們等於是56 這個是模範 模範夫妻 沒錯 典範這個是典範 你看他的換股比率就很低 對 那我們就刻意來對換股比率 這麼高的做一個對比 沒錯 我們再看到績效這一張 再把它放大來看 欸 說真的 很會換 沒那麼厲害 一直換沒有比較好 真的欸 對對對 就是還是要 專情一點嗎 這個事實勝於雄辯 沒錯 所以大家都知道為什麼我只愛一個人 對 還是只能跟一個人麻花捲 不能跟太多人麻花捲 當然這個是這樣 這個我在螢幕面前 大家不要覺得我很花 實際上 也很花 這個吃一下吃我們多收 那我們從績效圖來看 整個表現的結果 我們看一下這個圖形 這個明澤老師幫我們帶一下 所以我們看到藍色這條是元大高息低波 所以他的一個表現其實是最好的 那如果說以我們剛剛談到的 00900富邦特選 他是代表綠色這一條 其實你會發現他跟713也好 900你用綠色的 綠色這一條 對 我擋住了嗎 沒有 沒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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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確認顏色 好 所以你會發現就是說 他跟這個 不論是56也好 你有這裡要拋出一個什麼 對我以為人家好像什麼 本來有了 後來我發現好像不太適合 為什麼要強調綠色這件事情 後來想說不太適合 就打住了 對 好 遲早有一天 會變綠色 怎麼樣 沒事 沒事 所以你會發現就是900跟56 或者是878跟713來做比較的話 他其實都有一段蠻大的落差 對 所以換的股票越多 其實代表對於績效來講 應該說對績效來講 他其實並不是一件好事 我覺得這個 在看這個圖的時候 大家可以去思考一件事情 譬如說 稍微幫我移過來一點點 對 你看這裡 就是譬如說我們看藍色跟 這個紅色的好了 對 因為高息低波嘛 你看喔 就是高股息 0056 你看 他換股不頻繁 對 對不對 你看績效就幾乎就開始要追上 就是把那個差距就把它拉近了 沒錯 有沒有這個地方 幫我圈一下 我講那麼久 不圈欸 怎樣看代班主持人不起就對了 PPT不能圈 不能圈 不好意思我誤會了 我誤會 對 我怕他從後面撞我 那 可是你看喔 你看這個地方很奇怪 哪裡 他差距永遠不會拉近 對啊 你了解 不知道大家理解我意思 就是說 如果我頻繁換股是對了 剛開始的時候 我差距遠的時候 我會隨著我的頻繁換股 距離會拉近 越來越近 對 他永遠維持那個距離欸 我們兩個之間最大的距離是什麼 就是因為我一直換股 沒錯 我永遠跟不上 這個蠻妙的齁 對的確 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就是 剛剛教授所談到的嘛 就是 你這些沒有平凡換股的ETF 他有時候 績效還有會有那種 互相領先那種味道 但是你看這個 00900他就一路維持在相對低的 好 那當然就這個角度來看 未來這個 00940有沒有可能也會形成這樣 因為畢竟平凡的換股 他還是會帶來一些成本 對我覺得這個其實是要特別注意的 因為過度換股對於ETF來講 他其實並不是一件好事情 怎麼說呢 我們可以來看一下 ETF他其實的內扣成本包含什麼東西 包括了經理費 包括了保管費 包括了交易成本跟其他的成本 那事實上你頻繁換股就是你的交易成本相對比較高 對你不是說你投信我買股票 我就不用付什麼交易稅 我就不用付手續費 還是要 當然 可能會稍微比較便宜一點 但是你還是有相關的費用 所以第一個 你如果過度換股的話 那你當然被內扣的費用就會越多 那你被內扣的費用越多 你要投入到股市的金額 就相對來講會比較少 對投資人來講 相對來講是比較不利的 好 那除了這個部分之外 我們再來看 我們剛剛才談到 就是你一直去做平凡的一個換股 但是你的績效其實並沒有表現比較好 所以你會發現說相較於0056、878或者是713 這一些的ETF來看的話 900的績效其實並沒有特別突出 所以我覺得大家要特別留意的說 如果說接下來940 它也是這種走平凡換股的一個路線 那會不會那個績效 就沒辦法去做一個很好的突顯 對 所以有要問問題 都快結束了 是的 老師 我真的要說 你真的非常的專業 等於說 你把這11檔ETF的選股邏輯的那個說明書 全部都看完了 幫我們找出這樣的重點實在太強了 但是老師我想要問的就是 00940的成分股 那這樣我還要虛報嗎 其實 我其實不用鋪陳那麼長 我專業我們講大家都知道 但是我要講的是說 因為人家誇獎你 對 我們還是我們要謙虛 是 應該是說很少有人誇獎你 誇獎時間花那麼長 突然有人誇獎你 你會覺得不太習慣 對 那應該這樣講 就是說 因為它其實有成分股替換的機制 所以大家其實還是要稍微觀察一下 就是如果在換股之前 你的成分股已經被 已經出過席了 那我覺得這個時間點當中 你如果原本是想要吃肉股 才發現好像吃不到 那我覺得那個時候 就應該先做退場 嗯 實際上後面還是要回歸基本面 要回歸基本面 因為還有別的股票 當然 還有別的ETF 當然 其他人搞不好他 反而覺得殺下來 對 因為他會先賣 所以大家可以先閉一下 但是 後面如果基本面是好的 我覺得還是可以去找 買點結尾 沒錯 好 那我們總結來看一下 因為第一個我現在是擔心說 換股頻率高的 第一個成本會不會太高 沒錯 然後再來就是說 坦白講我們也沒看到 績效比較好 從結論來看 對 如果說從結論的角度來看的話 換股頻率高的高股CETF 需留意過度換股造成的交易成本耗損 當然因為940剛掛台 我們不能夠直接給他下定論 但的確 如果說他們會有剔除這樣的機制 大家後續直接要觀察 那第二個 這裡我還是有 這裡我順便補充一下 因為 我們通常還是會期待一個股票填權席 對 他完全是不期 幾乎是不太期待的 沒錯 就是我除完了 我就把它踢掉 對 某種程度上面 不一定好或不好 因為你有可能沒填 但是 的確頻繁的換股 我們剛剛談到 你交易成本會增加 沒錯 另外就是我們剛剛所談到 你看940跟900的換股邏輯 就是當年度已經配息 或者不配息的成分股把它踢除 因此 你要注意 成分股大換血 導致交易成本上升 這樣的一個問題 那第三個結論 就是要告訴大家 就是說 根據回測 如果說以這個00900 跟其他高股息的ETF 來做比較的話 績效遠遜於0056 713 878 等高股息ETF 代表一件事情就是 過度換股 對於績效沒有太大的幫助 好 那當然我們也問一下 這個昆仁老師 因為他在 這個回測方面 因為他做很多數據的整理 所以實際上太過頻繁的交易 就ETF的本質來講 你這樣好像有點跟主動基金 快接近的感覺 這樣不是 那我去買主動基金就好了 其實我覺得剛剛明哲老師準備的這個資料很充分 因為 大家都在想說 高股息ETF 我們8% 10%之類都在喊 可是問題是 大家忽略的就是說 那一些隱含的成本 管理費 交易成本 你如果這樣頻繁換股的話 其實你會吃掉你那個 原本就只有 6到8%的殖利率 那這個我覺得是一個不好的事情 所以 如果你在選ETF的時候 你可能要考慮這個問題 而且我也想跟文宥老師討論 因為我們選這種高股息ETF 不就是因為這個股票 過去一直以來都能夠維持 一直很好的配息嗎 那今年配完 明年後年後年 可以一直配啊 不是要這樣嗎 怎麼反而他們 感覺他的頻率比我們想像的更多耶 對 因為我覺得他裡面那一條講說 要剃除已經配除 或者是不配的公司 可是 這句話就蠻吊詭的 為什麼 因為你選了那麼久 最後選出來說今年不配 那不是很奇怪嗎 你根據那麼多資料的回測 認為他會高配息 結果 最後是不配的 那大家對於他後面的一些 我覺得他不管是 規模的增加還是一些 市場對他的信心度 我覺得都會有所影響 這個大家要另外去做留意 好 因為現在ETF很多在上市以後 其實都還是會更改他的規則 沒錯 對不對你看像 這個0056 從一年 然後變成現在是這個 計配 然後30檔變50檔 對 30檔變50檔 然後本來一年換一次 變成一年兩次 沒錯 等等 所以我覺得搞不好 剛開始是這樣 940未來 發現他的績效一直落後 因為 錢就是腳 腳會 投票 其實我覺得 我覺得多調整是好事 對 因為你說這幾年 為什麼ETF那麼熱 就他們會根據市場的那個需求 去做調整 然後越調越好 對 所以你說現在推出來 或許大家可能會有一些疑問 但是如果說後續就像教授剛剛講的 如果我用錢投票 如果你真的不行 我就換一檔 對啊 那他們就會去調整他們的這個 操作邏輯這樣 好啦 當然因為也才剛上來 我們也還在討論這件事 不過 就常理去判斷 我們覺得平凡的換股 看起來績效不見的位好 不過這個也是我們自己 我們節目自己做的一個整理 也不代表未來實際的一個情況 沒錯 好不好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謝謝這個明哲老師 那當然如果 喜歡明哲老師 我覺得他不管喜不喜歡 我覺得明哲老師今天講的內容 真的非常的專業 對 因為我發現他應該是全台灣 除了我以外 第二個懂ETF的人 喔 所以你可以加他的Line 好不好 小老鼠 謝謝都很懂ETF 是是是 還是把那個Line講好 有問題就找謝老師 好不好 找謝老師 好不好 小老鼠 MONEY1899 好 那當然這個 我們還有其他 坤仁老師 小老鼠 DAREN888 還有我們 魏遠老師 小老鼠 MORE888 每個老師都加啦 是的 好不好 不要分大小 不要分大小 不要分你我 不要分彼此 我們就都加 OK 怎麼都加呢 那點我們節目的標題 標題就可以看到 然後所有老師的Line連結就出現了 然後一口氣把它全部加完 都加完了 OK 那記得 除了每天要 準時鎖定我們的節目之外 記得 斗內 好不好 OK 那我們就讓我們的花 能夠越開 越美麗 也能夠分享更好的主題給大家 是的 不要用個爆米花 用個什麼棉花 這些有的沒有東西 棉花糖 欸 要來糖色 好啦 那謝謝大家今天的觀看 記得每週一到週五 晚間八點上線 135解盤 244教學 最後來喊一下口號 謝光靈 瘋狂股市福利社 讓你的財富free free free Woo 大局大力多 哇 這個很重要啊 拆生業我都親自降臨了 是不是 一凱老師 唱歌 然後是說聲音 買著跳 交易之前 快點 快點 大家 二頁一刀 闊大调 下線盜 開尺門 開始搭 好 我把你嘴巴 好厲害喔 OK 謝謝大家 transact 我有一個好無趣 請問 幹嘛 像 像 我最高沙滴的經驗真的痛 黑暗季 我好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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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沒錯吧 右邊是手 你如果有賣酒噴 賣酒套 交易之前要咖啡之情 瘋狂故事浮靈 設定前要輸靈 這要搞錯了 最最高 沙最低 誰又該聊這壞毛病 瘋狂故事浮靈 這次刀前女騙 出來吧 謝瓜林瘋狂股市福利社 讓妳的財富 free free free